哈利把自己和罗恩松开 站了起来 他们到了一个看起来十分荒凉的 雾气萌萌的荒野 在他们前面是一对 看起来很累很粗暴的巫师 他们其中一个拿着一只大金表 另一个拿着一卷厚厚的羊皮纸 和一只羽毛笔 两个都穿得像马格似的 不过看起来很拙练 拿着表的男人 穿着一件苏格兰粗的外套 他的同事穿着一件有褶碱的裙子 和一件宽大的防水衣 早上好 巴西人威斯里先生打着招呼 拿起靴子 把他递给穿裙子的巫师 他把靴子扔进了旁边的一个 装着用过的波旗的大箱子里 哈利可以看到一份就报纸 一个空饮料罐和一个有洞的足球 你好 亚瑟 巴西人疲倦的说 不用值班的 对某些人来说是好事 我们已经在这里一个晚上了 你最好让让路 一大群人即将到达 他们来自黑森林 五点十五分出发的 等一下 我找一下你的营地 威斯里 威斯里 他查看着羊皮纸上的名单在那边 大约四分之一英里 你去一号营地找派恩先生 谢谢 威斯里先生叫其他人跟住他 他们穿过荒野出发了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 在路的旁边 有石头小巫出现在眼前 除了这个 哈利还可以看到 成百上千个外形丑陋的帐篷 布满了这片原野 他们同狄格瑞父子道别后 走向小巫 一个男人站在门口 望向那些帐篷 哈利一眼就看出 他是这方圆 几英亩内唯一的真正玛格 当他听到脚步声后 转了过来 看向他们 早上好 威斯里先生聪明地说 早上好 玛格说 您是罗伯特先生吗 是的 罗伯特先生回答 你是谁 威斯里 两个帐篷 几天前就预定了 查看了一下 定在门上的名单 罗伯特先生说 你的在森林的旁边 只是一碗 对吗 是的 威斯里先生说 你是现在付钱还是持些呢 罗伯特先生问道 现在 好 当然 说着 威斯里先生走出小屋 去叫哈利到他这里来 帮我 哈利 他低声说 从口袋里拿出一卷 马格人的钱 开始把他分开 这是一个 十 对 我看到上面的小数字 所以这是一个五 二是哈利小声地纠正他 非常担心地发现 罗伯特先生正在努力地 听他们在谈什么 啊 对 是的 我不知道 这些小纸张 当威斯里先生拿着 正确数目的钱回来时 罗伯特先生问 你是外国人吗 外国人 威斯里先生重复住 十分迷惑 你并不是第一个 不懂得用钱的 罗伯特先生说着 凑进去仔细观察 威斯里先生 十分钟以前有两个人 竟然想用如瓶盖 那么大的金币付钱 真的吗 威斯里先生紧张地问 罗伯特先生在一个旅观中 找零钱 这里从来没有这么拥挤过 他突然说 又看了一下迷蒙的田野 成百上千个人都预定了 有些刚刚才出现 真的吗 威斯里先生问住 他伸出手去拿他的零钱 但罗伯特先生没有给他 啊 他若有听思地说 那些人来自世界各地 有很多外国人 不仅仅是外国人 还有很多古怪的人 你知道吗 有个家伙穿着裙子和风衣到处走 他怎么可以这样 威斯里先生十分紧张地说 看起来像 我想 像某种集合 罗伯特先生说 他们似乎都互相认识 像一个大聚会 在那时候 一个乌土悄悄地出现在 在罗伯特先生的前面 一望 他用魔杖指着 罗伯特先生 立声说道 一瞬间 罗伯特先生的眼情 马上失去焦距 他的眉毛松散 脸上呈现出一种 漠不关心的样子 哈利认得这种症状 没意味住的 他的记忆被限制住了 你的营地地图 罗伯特先生平静地 对威斯里先生说 这是你的零钱 非常感谢 威斯里先生说 刚才那个巫师 陪助他们走到营地的门口 他看起来十分疲惫 他的下巴是蓝色的 布满了胡茶 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眼圈 一出罗伯特先生的 听力范围 他就对威斯里先生 小声说 这家伙非常麻烦 一天需要施 十次记忆魔法 才能让他高兴 路德 巴格蒙不肯帮忙 特洛厅到处大声地 谈论布鲁佐球 和克尔夫球 一点也不担心 防御马格系统的安全情况 哎呀 当这一切结束时 我一定会很高兴的 待会见 亚瑟 他消失了 我想巴格蒙先生 是魔法运动部的领导吧 金妮说 看起来十分惊讶 他应该知道 在马格人旁边 谈论布鲁 佐球是怎么样的 对吗 他应该知道 维斯里先生笑着说 把他们引进营地 但是路德总是 对安全情况比较大意 即使如此 再也没有比他 更热情积极的 运动部门的领导了 你知道他为英格兰 打快迪斯 他是温包尔黄蜂队 最优秀的队员 池们在迷蒙的田野上的 一排排帐篷中 艰难的走住 绝大部分看起来很平常 他们的主人 已经尽量把他们弄得 像马格人一样 如加上了烟囱 灵钟 或者风向表 然而 到处都有帐篷 实在是太明显了 哈利对罗伯特先生的怀疑 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半路上 有一个过度奢侈 绞柔造作的作品 挂着一条一条的丝绸 就像宫殿一样 在人口还细住 几个活着的孔雀 木九他们经过 一个三层高 有几个角楼的帐篷 前面基米 有个帐篷 前面设有花园 里面还建有水盆 日盔和喷泉 总是这样 威斯里先生笑着说 当我们拘到一起时 我们总是忍不住 要显示一下自己 啊 我们都在这里 看 这是我们的 他们到达了森林的边上 在田野的最前方 这是一个空旷的地方 只有一个小小的 用铁锤打在地面上的标志 上面写着威斯里 这真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 威斯里先生 十分高兴的说 他帐篷的地方 正好在森林的另一边 我们要尽可能的接近 他从臂膀上 拿下他的背包 好了 他兴奋的说 不许用魔法 严格的说 我们将用手把帐篷搭起来 都会太困难的 马格人经常坐 这里 哈利 你认为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哈利一生中还从没有入营过 杜斯里一家在嫁期 从来没有带他外出过 他们情愿把他放在一个老邻居 飞格太太家里 虽然如此 他和和树恩 还是决定了在哪里 应该打住的盒庄子 当威斯里开始用木锤石 他实在是兴奋过渡了 他成一个障碍 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打起了两个简陋帐篷 所有的人都站到后面去欣赏他们亲手做的物品 哈利想没有人会猜到这些帐篷是由无上造成的 但是问题是一旦比尔 查理和薄熙到后 他们将会是十个人 和米安似乎想到了这个问题 当威斯里先生第一个进入帐篷时 他投给哈利一个戏弄的眼神 我们将会很拥挤的 他说 但我认为我们都可以挤进去 来看一下吧 哈利弯下腰来 有三个房间 还有沐浴室和厨房 巧合的是 他的样式跟飞格太太家的完全一样 在椅子上有勾针织品的盖部 一点也不搭配 还有一股很浓的猫胃 不是住很久的 威斯里先生说着 用手帕擦他的光头 斜看住房间里的四张床铺 我像帕金的办公室借的 他现在不露营了 可怜的家伙 他现在正腰痛 他拿起那个满是灰尘的水壶 斜视了下里面 我们需要水 在马格仁给我们的地图中 可以看到一个水龙头 罗恩说 他跟着哈利走进了帐篷 而且看起来 对里面的情况 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在田野的另一边 好 不如你 哈利和和米恩去取一些水 好吗 威斯里先生把水壶递过来 还有一个锅 其余的将去找些木材 因为我们需要火 但是我们有火炉 罗恩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指示 罗恩 这是为了安全 防御马格仁 威斯里先生说 他的脸上充满了期待 当真正的马格仁露营时 他们用火在户外煮东西 我见过这些 很快的看了一下女孩子的帐篷后 哈利 罗恩 和和米恩拿着水壶和锅 穿过营地出发了 女孩子的帐篷只是比南海的稍微小了一点 但没有那股猫威 现在太阳刚刚升起 屋也小了很多 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帐篷的世界向各个方向伸展 他们慢慢地穿过那一排排的帐篷 到处张望 只有哈利会在想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的巫婆和巫师 他从来没有想过那些在其他国家的巫师 其他的露营者开始起床了 首先是一些有着小孩子的家庭 哈利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年幼的小巫婆和巫师 一个不超过两岁的小男孩从一个金字塔形的帐篷爬了出来 拿着一个魔杖 十分高兴地戳着草地上的一个慢慢膨胀的像一大粒相长那么大的阔鱼 当他们走近他时 他的妈妈急忙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多少次了 凯文 你不可以碰爸爸的魔杖 他踩了一下那巨大的蜡树 那阔鱼便裂开了 他的骂声混合了小男孩的哭喊声 你弄破了阔鱼 你弄破了阔鱼 飘荡在宁静的空中 不远处 他们看到两个小巫婆和凯文 年龄差不多 他们正骑着一个玩具扫帚 只能伸到一个女孩的脚趾头那么高 仅仅可以掠过带有露竹的小草 一位巫师官员发现了他们 经过哈利 罗恩和和米恩 他急忙跑向他们 并不停地发牢躁 都大白天了 父母还在试懒教 我想四周的巫婆和巫师们都从帐篷里出来了 开始准备早餐 有些偷偷地看一下四周 然后用魔杖点火 有些充满怀疑地试着用火柴点火 好像这是不可能是的 三个非洲的巫婆正在严肃地交谈 他们都穿着长长的白色抛子 而一群中年的美国巫上 坐在一个亮晶晶的标语下面 十分高兴地先探 那个标语挂在他们帐篷之间 上面写着巫土沙龙 当他们经过这些帐篷时 哈利听到里面正用一种奇怪的语言交谈 虽然他听不懂 但每个声音的语调都是非常兴奋的 啊 是我眼睛的问题 还是有些东西变绿了 罗恩问 不仅仅是罗恩眼睛的问题 他们走进了一个帐篷的营地 那里所有的帐篷看起来都像用三叶草盖着 透过那些打开人口的帐篷 可以看到一张张笑脸 忽然 在他们后面 他们听到了有人叫他们的名字 哈利 罗恩和米恩是谢莫斯 芬妮更格林分顿的队友 他正坐在他自己的有三叶草盖着的帐篷前 旁边有红发妇女 应该是他的妈妈 还有他的最好的朋友 迪恩 也是格林分顿的队友 好像装饰品吧 谢莫斯嘴笑着问 笑着当哈利 罗恩和米斯走过来打招呼时 内阁不是很高兴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我们喜欢的颜色呢 芬妮更太太问 你们应当看一下保加利亚是拿什么来炫耀的 你们当真会支持爱尔兰 他补充说 盯着哈利 罗恩和和米恩 当他们保证他们真的支持爱尔兰后 他们又重新出发了 不过 正如罗恩所说的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说些东西 我对于保加利亚人放在他们帐篷上 拿来炫耀的东西很好奇 和米恩说 我们去看一下吧 哈利说着 并指向前方那片大的营地 在那里 保加利亚的红 绿 白国旗 在风中飘扬 帐篷不是用植物来装饰 而是每一个都贴着同样的海报 一张印有一个深黑色眉毛的傲慢的脸 这张画不断的移动 但画中的脸却是不断的眨眼和皱眉 科伦罗恩小声的说 什么 和米恩问 科伦 罗恩说 维特 科伦保加利亚的搜索者 看起来真是很粗鲁 和米恩说 看住周围这么多克伦 在向他们眨眼和皱眉 真的很粗鲁吗 罗恩抬起头望着天空 谁在乎他长得怎么样呢 他简直是不可思议 他也真的很年轻 只有18岁左右 他是一个天才 到今天晚上 你就可以看到了 在田野角落的水龙头旁 早就已经有一小队人在等了 哈利 罗恩和和米恩加入了他们 站在两个男人后面 他们正在激烈的争论中 其中一个是个非常老的乌土 穿着一件花花的长睡衣 另一个是一个乌主官员 他拿着一件戏条纹裤 几乎要愤怒的哭了 穿上他 阿琪卡 你是一个好家伙 你不能这样到处走 在门口的马格人 早就怀疑了 我在马格人的店里买的 老乌是顽固的说 马格人也穿这些 马格女人才穿这个 阿琪卡是男人 应该穿这些乌主官员 挥动着戏条纹长裤说 我不穿这些 阿琪卡生气的说 我喜欢感受凉爽的威风 谢谢 和米安对这种情形 忍不住大笑起来 他赶紧从队伍中走出来 直到阿琪卡装了水 离开后才回来 因为水的重量 他们现在走得更慢了 他们艰难地穿过营地 往回走 并在周围看到更多熟悉的 命孔其他的霍格瓦车的学生 和他们的家人 奥利弗 伍德 哈利的快迪斯队的老队长 他刚刚离开霍格瓦车队 他把哈利拉到他的父母的帐篷 把他介绍给大家 并兴奋地告诉哈利 他刚刚和联合队签了约 接着 他们遇到到了埃尼 马米安 一个海夫巴夫的队员 接着 不远处 他们看到了说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她在卫文卡罗队 打搜索着的位置 她朝住哈利招手和微笑 而哈利向他抬手时 溅出了不少的水 罗恩不断地傻笑 哈利急忙指出一大组 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少年 你猜他们是谁 他问 他们不去霍格瓦车 对吗 他们去某个外国学校 罗恩说 我知道有些人 看到对方也不知道彼此认识 比尔有个比友在巴西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他想去做一个交换旅行 但爸妈无法支付 当他说他不去 并送给了对方 一顶受诅咒的帽子 他的比友觉得被冒犯了 那帽子使他的耳朵枯萎了 哈利笑了 但没有比当他听到其他巫师学校时感到很有趣 他想 他在营地看到那么多国家 到现在他才发现自己曾经多么愚蠢 竟然没有意识到霍格瓦车并不是唯一的一个 他盯着和米恩 他对这消息竟然一点也不惊讶 那不奇怪 他赞数或其他地方已经看到过关于巫师学校的新闻 当他们最后回到威斯里的帐篷时 乔治对他们说 你们去了好久啊 我们遇到了一些人 罗恩说 并把水放好 你们还没有点火呢 爸爸正在玩火柴玩得高兴呢 弗莱德说 威斯里先生怎样也无法把火点住 但并不是因为缺少尝试 他把火柴散在他的周围 但他看起来似乎已经试了一辈子的时间了 糟糕 他说着 因为他终于擦住了一根火柴 并惊讶地把他扔到地上 来这里 威斯里先生和米恩温柔地说 他把盒子拿过来 并开始教他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最后 他们终于把火点起来了 但如果要等到他热到可以煮东西 那将至少还要一个小时 当他们等待的时候 周围有很多东西可以关上 因为他们的帐篷看来是搭在合适的地方了 内阁的巫师们不断地急急忙忙地跑上跑下 当他们经过时 热情的同威斯里先生打招呼 因为哈利河和米斯的缘故 威斯里先生要不断地解释 而他自己的孩子已经太熟悉那个内阁了 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很大兴趣 那个是凯斯伯 麦克居 妖精联络办公室的领导 这个是盖部 微博 他是魔法实验委员会的委员 他有事搅的 等一下 现在你好 阿姆斯波斯顿 他是魔法意外修理队的成员 他们是什么人 来自机密部门 高度机密 没人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最后 我已经准备好了 当比尔 查理和薄熙从森林走向他们时 他们刚刚开始煮鸡蛋和香肠 刚刚瞬间一动来到这 妈吧 薄熙大声地说 啊 太好了 午餐 当他们吃香肠和鸡蛋吃到一半时 忽然威斯里先生跳了起来 朝着一个正在走向他们的人招手和微笑 啊 他说 当今风流人物 路德 路德 巴格蒙很显然是到目前为止 哈利所见到的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人 甚至包括穿着花长睡衣的老阿奇卡 他穿着一件块迪斯长袍 上面有一条条鲜艳的黄和黑的水平条纹 一个巨大的黄蜂的图案在他胸前 他拥有一个强壮的男子的体格 因为他的大肚脯 长袍显得有点紧 看来在他不再为英格兰打块迪斯后 他肯定已经没在穿了 他的鼻子弯弯的 哈利想他可能是被一个碟子打断的 但是他圆圆的蓝眼睛 短短的金发和红色的皮肤 让他看起来像个成熟的过早的男孩 啊 那里巴格蒙十分高兴地喊住 他走起来像脚下有一个弹簧似的 非常的兴奋 亚瑟 老家伙 当他到萤火旁 便吹嘘 多美妙的一天 多美妙的一天 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天气的 一个无云的夜晚正来临 整个组织一点障碍都没有 我都没什么事好干了 在他后面 一组憔悴的那个巫师急急忙忙的经过 跑向住远方发着火光的 有二十英尺高的魔法萤火 薄熙急忙跟着跑了过去 很显然 虽然他不赞成路的 巴格蒙管理他的部门的方式 但这并不阻止他想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 是的 威斯里先生笑着说 这是我的儿子薄熙 他刚刚开始在内阁工作 这是弗莱德 比尔 查理 罗恩 这是金妮和罗恩的朋友 和米恩 格林佐和哈利 波特当巴格蒙听到哈利的名字时 他有一点怀疑 而且他的眼睛也扫射了一下哈利额头的伤疤 孩子们 威斯里先生继续说 这是陆的 巴格蒙 你们知道他是谁 真该感谢他 让我们拿到那么好的票 巴格蒙高兴的笑着 挥着手 好像在说 这没什么 请一下比赛的结果吧 亚瑟 他热气的说 身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 好像他的黄黑色的长袍口袋里 有一大堆的金子 我早就和陆迪 庞特尼打赌 保加利亚会先得分 我给他漂亮的奇怪的东西 考虑到爱尔兰的前三号 是我这么多年来看到的最优秀的 还有小阿格西 听西把他的埋于池塘的一半的股份 放在维基一个星期的比赛上 哦 走着瞧 威斯里先生说 我赌一个翻船币 爱尔兰赢 这一个翻船币 路德 巴格蒙看起来有点失望 但是他很快恢复常态 很好 很好 还有谁想参加 他们太年轻了 不能赌钱 威斯里先生说 牡蛎不会喜欢的 我们将赌三十七翻船币 十五镰刀币 三克拉币 弗莱德说 他和乔治迅速清点他们的钱 爱尔兰英 但是威特 赫伦获得是尼斯球 哦 我们将加上一个假魔杖 薄熙不满的说 你们不要把那种垃圾东西 拿给巴格蒙先生看 但巴格蒙的一点 也不认为那个魔杖是垃圾 相反当他从弗莱德那里看到那个魔杖后 他孩子气得脸上因兴奋而发光 还有当魔杖巴巴响 并变成一个橡皮机后 巴格蒙高兴的呱呱叫 精彩极了 我多年来还从未看到过这样一种东西 我愿意出五个帆船币来买它 薄熙看到这种情况 呆住了 孩子们 威斯里先生小声的说 我不想你们赌钱 那是你们所有的积蓄 你们的妈妈 不要扫大家的信了 亚瑟 路德 巴格蒙抗议道 他兴奋的让他的口袋嘎嘎响 他们已经长大了 知道又几需要什么 你们认为爱尔兰会赢 但克伦将获得是尼斯球吗 没有机会的 孩子们 没有机会的 我将将五个帆船币买那个可爱的魔杖 我们可以 威斯里先生失望的看住路德 巴格蒙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只羽毛笔 匆匆记下了双胞胎的名字 加油 乔治说着 拿着巴格蒙递给他的那卷羊皮纸 把他塞进他的长袍的前面 巴格蒙非常兴奋的转向威斯里先生 我想图谋不会成功的 或无法留意巴蒂 克劳斯的 我的保加利亚对手已在制造困难 或无法听懂他讲的一个字 巴蒂可以弄明白 他可以讲一百五十种语口 林克劳斯先生吗 薄熙问 突然 他放弃了意义 因为兴奋而非常苦恼 他可以讲超过两百种 有人可以说丝动语吗 弗莱德轻视的说 薄熙非常厌恶的看了弗莱德一眼 往火里添柴 石火烧的更猛烈 水壶里的水又开了 当巴格蒙坐到他们旁边的草地时 有关于破茧 佐金斯的消息吗 录的 薄熙先生问道 一点也没有 巴格蒙束缚的说 但他将会出现 可怜的巴格蒙 忘记就像一个有漏洞的大气锅 一点方向感也没有 他将在十月的某个时候 油油荡荡的回办公室 还以为仍然是七月份 你不认为是时候 该派人去寻找他了吗 威斯里先生试探着建议 薄熙把茶递给了巴格蒙 巴蒙 克劳斯总是这样说 巴格蒙说 睁大他的天真的圆眼镜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腾不出人来干之事 哦 不要那个可恶的家伙了 巴蒙 一个巫师刚刚瞬间转移 来到他们的营火边 他与巴格蒙先生的 印有黄蜂的就长袍 形成鲜明的对比 巴蒙 克劳斯是一个严厉的 正直的 年老的男人 他穿着没有霞臂的外套 打着领带 他的短发直得非常的不自然 还有他那窄长的牙刷型的胡子 看起来好像他用直尺修剪似的 他的鞋子被刷得光亮亮的 哈利马上就明白 为什么薄熙崇拜他了 薄熙是一个重信严格纪律的人 而克劳斯先生 完全根据马格蒙编撰的 纪律条规形式 他做的那么的认真全面 几乎可以做一个银行的经理 哈利怀疑即使是为能仪仗 是否也可以讲出他的真正身份 坐一下吧 巴蒂路德高兴的说 拍着他旁边的地面 不了 谢谢 路德克劳斯说 而且他的语气显得很不耐烦 我到处找你 保加利亚人坚持要求我们增加12个席位给他们 哦 那就是他们追求的吗 巴格蒙说 我想那个家伙想借一把钳子克劳斯先生 薄熙气产嘘嘘的叫着 他扮鞠躬 那是他看起来很恶心 你要杯茶吗 哦 好的 谢谢你克劳斯先生说看 很惊讶的看了下薄熙 弗莱德和乔治十分气愤 只是埋头喝茶 帕西忙着弄水壶 我 我一直想跟你谈一下 亚瑟 克劳斯先生说 他锐利的注视着威斯里先生 阿里 北希尔正在出征的路上 他想跟你谈一下 你禁止使用的飞坦威斯里先生 深深叹了口气 我上个星期才刚刚送三个猫头鹰给他 我已经跟他讲过几百次了 飞坦被看成马个人的工艺品 这是由魔法禁止物品登记处决定的 但他会听吗 我十分怀疑 克劳斯先生说 结果薄熙递过来的茶 他非常希望从这里把他偷出去 在英国他们永远也无法取代扫帚 对吗 巴格蒙闷 阿里认为在市场上有一种逼造 非常运惠用于家庭交通工具 克劳斯先生说 我记得我的祖母有一种猫坦 可以做十二个人 但那当然是在飞坦被金用之前 他讲着 好像他想让每个人毫无疑问的清楚 他的祖先是严守法律的 所以 巴蒂 你一直很忙 巴格蒙小猪说 还可以了 克劳斯先生冷冰冰的回答 组织波奇通过五大洲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露得露得 巴格蒙看起来像愣住了 太好了 我再也找不到比这些更有趣的事了 还有 看起来好像我们可以找到任何事来做了 巴蒂 还有很多需要组织 对吗 克劳斯先生对巴格蒙扬了一下眉毛 我们答应过直到细节动好才公布的 哦 细节 巴格蒙先生喊道 他们已经签了 对吗 我想这些孩子很快就会清楚的知道 我的意思是 这些发生在霍格瓦车路的 我们需要会见保利亚人 你知道的 克劳斯先锐声说道 打断了巴格蒙的话 谢谢你的茶 孩子 他把他未喝的茶递回给薄熙 等待路的站起来 巴格蒙重新艰难的站起来 倒掉了他最后的茶 他口袋里的金子又在叮当叮当的暗像 待会见 他说 你们将在偷等乡见到我 我做瓶解 他挥挥手 巴地 克劳斯有礼貌的点点头 然后他们两人都消失了 霍格瓦车发生什么事了 爸爸 弗莱德马上就问 他们在讲什么 你很快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了 威斯里先生笑着说 这是机密消息 直到恰当时候 内阁才决定公开 薄熙严肃的说 克劳斯先生没有说出来 做得很对 啊 闭嘴 弗莱德喊道 在下午 营地中洋溢着一种兴奋的感觉 到了黄昏时分 静止的夏天空气 好像也因为期待而颤抖 当黑夜像窗帘一样降到成千上万个期待住的巫师身上的时候 最后伪装的痕迹也消失了 禁止挡箱斗争炫耀母法的标语相继被打破了 销售员没几步的瞬间一动 拿着盘子 推着小车 里面装满特别的商品 有发亮的玫瑰花结 绿色代表爱尔兰 红色代表保佳丽亚上面还有队员的名字 绿色的帽子用三叶草来装饰 保佳丽亚围巾则用在吼叫的狮子装饰 两个国家的国旗在不同的国歌声中挥动 还有小的燃烧的箭头模型 真的能飞 还有用于收集的著名队员的模型 可以在掌心走动 自己打扮自己 我存了整个夏天的钱就是为这个罗恩告诉哈利 当他们和和米恩经过销售员时 他们停下来买纪念品 罗恩买了一个跳舞用的三叶草帽子 和一个大的绿色的玫瑰花结 他也买了一个小的维特 科伦的模型 微型的科伦在罗恩的手中向前和向后走 对住他上面的绿色玫瑰花接皱眉 哇 看这些 哈利兴奋的叫着 急忙冲向一个堆满了看起来像同志的双筒望远镜的小车 上面盖着各式各样的奇异的抽屉量和刻度盘 望远镜 销售巫师热气的说 你可以设着矫距 还可以放慢一些镜头 如果你需要的话 十分便宜 每个才十个帆船币 我现在希望我没有买这个罗恩止住他的跳舞三叶草帽子 渴望的望着那望远镜 三个哈利肯定的对巫师说 不 不要麻烦了 罗恩红住脸说 他总是对哈利的钱比他多而神经过敏 因为哈利从他父母手中继承了一小笔的财产 你在圣诞节时就拿不到任何东西了 哈利告诉他 并把望远镜塞到他和和米安的手中 记住 大约十年十分公平 罗恩笑道说 他们的钱贷很明显的轻了很多后就回到帐篷 比尔 查理和金妮都买了绿色的玫瑰花结 而威斯里先生拿着一面爱尔兰棋 弗莱德和乔治没有买纪念品 因为他们所有的金子都给了巴格蒙 接着 在森林某处的上空响起一阵巨响 绿色的和红色灯笼在树丛中燃烧起来 照亮了一条到帐篷地区的路 时间到了 威斯里先生喊住 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兴奋 来吧 我们走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感激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木钩